我被爸妈送到国外时,宋奇乐正在参加大学新生篮球赛,我的亲姐和未婚妻都在给她加油喝彩,那原本是属于我的荣誉。她身上的球星签名球医,更应该是我14岁的生日礼物。我和宋奇乐争了大半辈子,不管我是对是错,只要她装一下可怜,爸妈就会毫不犹豫地维护她,指责我。但是,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直到孤独病死国外,我才幡然醒悟。 如果还有下次,我绝不会和宋奇乐去争这种早已偏心的爱。再次睁开眼,我重生到13岁。是宋奇乐进我们家户口本的这一天。宋奇乐是叔叔唯一的儿子,叔叔沈子开车带他出去玩,不幸遭遇了车祸,双双生死。宋奇乐虽然活了下来,可也因此变得体弱。爸爸和叔叔是亲兄弟,怕宋奇乐在福利院受委屈,于是就收养了他,让他成为爸妈的孩子。宋奇乐坐在妈妈身边,与其欣喜。 我真的要有爸爸妈妈了吗?他们不会再叫我野孩子了,对不对?妈妈恋爱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以后我们就是你的爸爸妈妈,这里就是你的家。 我站在楼梯上,冷眼看着下面其乐融融的场景,直到爸爸发现了我。他皱着眉头,脸色防备,好像就已认定,我肯定会为难宋奇乐。 你站在那干什么?要我请你下来吗?以后乐乐就是你亲弟弟了,他体弱又遭受了打击。你要多让着他,别让我看见你欺负他。 我听着如前世一样的话,心下一沉。宋奇乐体弱,作为哥哥,一定要让着他。这两句话,我在前世听得耳朵起茧子。 上辈子,我原本是家里最受宠的孩子,可自打爸妈收养了宋奇乐以后,便处处偏袒疼爱他。因为他身世可怜,又体弱多病,所以我必须要让他,迁就着他。 到了最后,连那点谨慎的,属于我的宠爱,也全给了他。可是,我也只是比他大半个月。 更何况,宋奇乐原本只是我堂弟,凭什么爸妈,要把他当亲儿子那样,有求必应?就因为他弱不经风。 我依然记得,前世,我被宋奇乐算计后,爸妈没听我一句解释,反而忙着安抚他。 最后在他的声声控诉下,爸妈直接给我定了罪,把我送到了国外,说是眼不见为尽。 他们还说,对我已经仁至义尽,他们没有我这么歹毒的儿子。 或许因为我在回忆中走了神,没回应爸爸,妈妈也开始呵斥我。 年年,你懂点事,不要再欺负乐乐了。 宋奇乐眼中闪过一丝得意。 见我不说话,他又添了一把火。 以后我再也不进哥哥房间,哥哥你千万不要再讨厌我。 哦对,前两天他耀武扬威地进了我的房间,当着我的面,狠狠地砸碎了我的手办。 等到爸妈来了以后,他又恢复柔弱的样子,哭着说要回福利院,说我不欢迎他。 而爸妈也因此不分青红皂白,骂了我一顿。 我冷笑一声,转身上楼。 妈妈叫了我,却被爸爸打断了。 行了别管他,以后还是看好乐乐,别让他欺负了。 都这么大了,还不懂事。 我握着扶手的手掌顿了顿,随后若无其事地回了房间。 即使从重生的那一刻起,我决定放弃他们对我的爱, 可我心里却依旧被我的亲爸爸狠狠插了一刀。 我没理会过宋奇乐,好不容易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 我不想浪费在这些人身上。 只要我好好学习,就有资本脱离这个家。 再也不妨碍他们一家四口亲近。 我正在房间里做题,门被敲响了, 门外传来宋奇乐刻意压低的声音。 宋奇年,别以为你跟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房间里,就没事了。 你的爸妈以后迟早都是我的。 等着吧,看我怎么把你赶出去。 面对他狂妄的发言,我当作听不见。 反正,这辈子,我没兴趣和他争。 可过了一会,我就听见宋奇乐在门外开始哭泣。 姐,秦年哥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给他送喝的,他叫我滚。 我就不该摸那个手办的,我知道我不配。 要不我还是回福利院吧。 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以后会报答的。 希望我走了以后,秦年哥能够原谅我。 妈妈赶过来安慰他。 不是你的错,是年年被我们宠坏了。 姐姐宋军安也帮腔。 年年就是脾气太大了,回头我替你教训他。 你现在也是我们家的一份子了。 说这些话,我们会伤心的。 我先吵,拉开房门。 能不能别在我房间门口腻弯,怪恶心的。 宋奇乐惊慌失措地道歉。 秦年哥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我马上收拾东西回福利院。 你别生我的气,都是我的错。 宋军安皱了皱眉,谴责其我。 年年,你现在的脾气真的越来越大了,不就是一个手办,至于揪着不放吗? 妈妈也看向我。 行了年年,闹脾气也要有个度。 再说了,手办是你自己摔的,关乐乐什么事。 我紧紧地握着门把手。 我再说一次,手办是他摔的。 不是我。 爸爸从楼梯上来,大声呵斥我。 宋奇年,不要什么错都怪在乐乐身上。 一人做事一人当。 乐乐骗我们有什么好处。 不要看他好欺负你就把锅甩到他头上。 我告诉你,乐乐以后就是你亲弟弟,少甩脸色。 之前我不追究,是给你留面子。 现在马上给乐乐道歉。 我看着爸妈站在我的对立面,宋军安搂着宋奇乐的肩膀,低声安慰他。 好像他们才是一家四口。 而我只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孩。 太荒谬了。 当然父母的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反而相信一个外人。 他们非但不维护我,反而咄咄逼人地叫我给陷害我的人道歉。 就连从小疼爱我的姐姐,也成了宋奇乐的姐姐。 瞥见宋奇乐微微上扬的嘴角,我不愿意再听爸爸的指责,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任由爸爸怎么在外面拍门叫我道歉,我都不理会。 我靠在门后,平复自己的心情,隐隐约约还能听见他们哄宋奇乐的声音。 前世和今生并没有什么区别。 即使我现在不像前世一样为难宋奇乐, 他们也依然会觉得我在欺负他。 甚至,他只要掉两滴眼泪,他的错就会变成我的。 多可笑,我的十四岁生日到了。 爸妈为我准备的礼物是一件球衣, 上面有我最喜欢的球星的亲笔签名。 爸妈一直知道我追星,也知道我很想要偶像的亲笔签名。 可我却没有半分喜悦,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件球衣。 年年,我们都没忽略你,我们还是爱你的。 妈妈语气温和,只是你也要好好对待乐乐, 收受你的脾气,知道吗? 爸爸也趁机劝我。 你看你要的这个什么签名, 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你买来了。 我们只是希望你体谅一下我们,好好照顾乐乐。 你是哥哥,应该懂点事,给乐乐做榜样。 我注意到宋奇乐眼中一闪而过的艳羡, 随后他一副想摸又不敢摸的样子, 眼巴巴地看着我手上的球衣。 齐年哥也喜欢这个球星吗? 我也喜欢,可惜以前家里穷,没条件满足我。 这件球衣可以让我摸摸吗? 我保证不弄坏。 好羡慕齐年哥,爸妈都这么宠你。 宋奇乐落寞的神情立刻惹得爸妈一阵联系, 如前世一样。 爸爸把我手中的球衣抽走, 转地给了宋奇乐。 他不容反驳地对我说, 既然乐乐喜欢, 那你就给乐乐吧。 刚刚和你说的要让着弟弟, 你还没忘记吧? 宋奇乐抓着球衣, 惊喜地问, 真的要给我吗? 我好开心呀,妈妈。 妈妈摸了摸他的头发, 有什么不可以呢? 都是一家人嘛, 年年的东西也是你的, 反正都是兄弟俩。 和上辈子一样, 宋奇乐从我手里要走了这件球衣, 爸妈哄我说会给我补偿一个更好的礼物, 可我到死也没见证。 而我不依不饶地要和宋奇乐争个高下, 反而被爸妈训斥了一顿, 说我还没宋奇乐懂事。 但凭什么? 他假惺惺地说了两句, 我的礼物就变成了他的, 还劝我大度。 他又不是我亲弟弟,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即使知道答案, 我还是不死心地说, 到底是我过生日, 还是他过生日? 凭什么收礼物的是他? 爸爸勃然大怒, 指着我的鼻子骂。 我看你是越长大越不懂事, 都是一家人, 你就非要计较这个。 平时的礼物是少了你吗? 满嘴就是要礼物, 你就不知道我们工作有多嘞, 就是之前惯坏了你。 我失望地点了点头, 没说什么, 转身上了楼。 身后还传来宋奇乐隐隐的抽气声, 而爸妈只顾着安慰他, 就连宋君安也拿出原本给我的生日礼物, 转赠给他。 可是今天, 明明是我生日。 半个月后, 宋奇乐的生日, 爸爸却包下了一整个电玩城, 供宋奇乐邀请同班同学过去给他庆生。 只因为宋奇乐说了一句, 想邀请同学一块碗。 而他们的晚饭, 爸爸也很慷慨地包下了一个五星级饭店, 听说很丰盛。 而且还有一个三层的蛋糕。 作为他们的亲儿子, 我却不在邀请名单上。 他们只给了我二十块钱, 叫我自己解决晚饭。 理由是, 怕我在宋奇乐的生日宴上闹起来, 不好收场。 他们甚至连块蛋糕都没给我带。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家吃中午的剩饭。 我没有抱怨, 也没有大吵大闹。 只是在房间里, 安安静静地捧着书, 为将来离开这个家做准备。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 我如愿得了第一名。 同时, 学校也召开了家长会。 刚到家, 我就听见宋奇乐低落的声音。 妈妈, 我好笨, 我连齐年歌都追不上, 你们会不会不要我? 可是, 我真的学不会, 我真的太笨了, 不配做爸妈的孩子。 爸爸安慰他。 没事的, 成绩又不能决定一切。 再说了, 年年那成绩, 你又不是不知道, 哪里会认真学习, 说不定是抄来的。 妈妈也赞同。 是啊乐乐, 你现在这样就很好了, 也不要因为学习太劳累了。 你的身体经不起这么糟蹋。 他们说爱我, 却为了安慰宋奇乐, 在他面前这么诋毁我, 只为了宋奇乐能够高兴。 这要不是我亲爸妈, 我高低, 也要赞叹一声。 好一堆溺爱孩子的父母。 我站在门口, 嘲讽地勾了勾嘴角。 宋奇乐终于破涕微笑。 爸妈真好, 我不用担心回到福利院了。 妈妈心疼地把他搂进怀里。 怎么会呢? 你永远是我们的孩子。 有姐姐养你呢? 别担心。 宋君安也拍胸脯保证着。 宋奇乐不好意思地笑笑, 期待地看着爸妈。 那爸爸妈妈可以去帮我开家长会吗? 当然了, 我们都去。 爸爸宽慰道。 宋奇乐这才好像刚看见我一样, 喊了一句奇年歌。 客厅的气氛一下冷了下来。 我当作没听见, 静止走进客厅。 学校要开家长会, 你们谁去? 妈妈动了动嘴, 歉意地对我说, 年年, 我和你爸要去给乐乐开家长会。 你那边的话, 我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说辞, 养着脸问。 给她开家长会需要两个人吗?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乐乐的身体状态, 你又不是不知道? 医生也说了, 要好好地照顾她。 你这个做哥哥的不体谅就算了, 怎么连这个也要争? 明知道结果会和前世一样, 我却还是抱着希望, 不过是自取其辱。 我转身回房, 没有理会身后的谩骂, 只是心变得越来越冷。 我的十五岁生日如约而至, 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冷冷清清的。 刚从房间拿出手机, 妈妈的电话就弹了出来。 接通后, 她那边有点吵闹。 年年, 爸妈在加班呢。 今年你生日, 爸妈没办法给你过了, 乐乐和你姐都在我们这边呢。 妈妈在微信上给你发了红包, 记得领了去吃饭啊。 我们今晚不回来了, 不用等我们。 我听见宋其乐大声叫了一声妈妈, 妈妈匆忙挂了电话。 我滑动手机屏幕, 看到妈妈发的微信红包, 扯了扯嘴角, 没领。 反正不超过二百, 有什么好领的呢? 当我煮好泡面, 拿出手机准备刷题的时候, 突然看见了宋其乐发的朋友圈。 我倒是忘了这么一件事。 上辈子, 我生日也是如今天一般的场景, 只因为有个知名度不低的歌手, 来到隔壁市开演唱会。 宋其乐说了句想去, 爸妈二话不说, 带着他和宋君安就走了。 后来妈妈才记起来, 今天是我生日, 给我发了二百块钱。 还骗我说他们在加班。 可是第二天, 我看到了宋其乐的朋友圈。 他们回来时, 我闹了一通。 后来, 宋其乐哭着说要回福利院, 我被爸爸摁着头对他道歉。 从回忆中走出, 我点开他的朋友圈。 宋其乐举着应援灯牌, 对着镜头比了个大大的眼。 还有他们一家四口的合照, 背景是演唱会场内。 对, 是他们一家四口。 没有我。 他们一家, 每个人笑得都很开心。 他们说, 要加班, 不能陪我过生日, 只给我发了个微信红包, 上线是二百块钱。 然而, 他们却带着宋其乐在我生日, 这天去看演唱会。 没带上我, 甚至还骗我。 两辈子都是这样, 让我突然觉得有些恶心。 时间过得很快, 我成功考上重点高中, 如愿申请了住宿。 为了避开宋其乐, 我甚至平常节假日也不回家, 在外面发发传单挣铃花钱。 而学校放了暑假, 我也没什么理由不回家, 只好收拾行李。 似乎这半年来, 没有我在家, 他们四个的感情越来越好了。 比我这个亲儿子, 还像一家人。 刚到家的时候, 客厅没有人, 我也不在意。 拉着行李箱直接上我楼。 当我拉开房门时, 入墓地不是我那熟悉的房间。 我的床和书桌全都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几台价值不菲的电脑和电竞椅, 一旁还有播放电影的白布。 宋其乐听见动静, 摘下耳机, 看见是我, 他得意的挑眉。 这不是齐年哥, 终于舍得回来了。 你看到了吗? 你的房间已经被爸妈改装成属于我的电竞房了。 有时候, 我们一家人都会在这里看电影。 我说过, 会把你赶出宋家, 这只是第一步。 我光当把门踢开, 冷冷地看着他。 他勾了勾嘴角, 坐在地上昂着头对我说, 这个家已经不是你的容身之所了。 我被气得刚想反击, 他却立刻大声地哭了起来。 齐年哥, 你不要赶我走, 率先闻声而来的是宋军安。 他用力推开我, 紧张地蹲在宋前。 在宋军安身旁。 乐乐,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宋军安顺势扶在宋军安的肩头, 红着眼眶说。 姐姐, 都是我的错, 我就是太想玩游戏放松一下了。 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 一家人就是要和和气气的。 哥哥半年没回家, 肯定很想爸妈。 如果哥哥介意的话, 我可以离开。 反正我这个年纪, 也应该独立了。 说完, 宋军安用力咳了几声, 身子摇摇欲坠, 一副随时要昏倒的样子。 宋军安马上扶住他, 朝我大声吼。 宋七年, 你非要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吗? 一回来就气弟弟, 你可真是个丧门心。 你一在家, 家里所有人都不自在。 乐乐又不欠你什么, 反而是你, 乐乐为你说了多少好话。 你呢? 一进门就要赶他走, 你还是人吗? 面对宋军安痛心疾首的指责, 我突然觉得没意思透了。 我一句话没说, 他就给我扣上这么多罪名。 而我也看明白了, 我这个姐姐两辈子都只会偏向宋其乐, 而不是我这个一母同胞的弟弟。 耳边嘈杂的谩骂, 让我忍无可忍, 于是我毫不犹豫地, 抬起手一巴掌打在宋军安脸上。 宋军安的脸偏向一边, 他愣住了。 而赶来的爸妈也愣住了。 宋七年, 你在干什么? 妈妈心疼地把宋军安搂在怀里, 连宋其乐也跌跌撞撞地 从地上爬起来安慰宋军安。 爸爸痛心地看着我。 宋七年,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读的什么书, 连亲姐姐都敢打。 我看你眼里根本没这个家了。 家里没有你还清静一点, 一回来就弄得家里鸡飞狗跳。 我毫不胆怯地对上爸爸的眼睛, 讽刺地问。 这个家什么时候有过我? 我的好家人竟然把我住了十几年的房间, 改装成了电竞房给侄子用。 爸妈结实一顿, 心虚地瞥开眼。 宋其乐见情况不对, 捂着嘴呜呜地哭。 对不起七年哥,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会惹爸妈生气。 要是我走了, 你就能和爸妈好好相处了。 我, 我这就走。 这些年, 爸妈和姐姐对我的好, 我已经很感激了。 他惨白这一张脸就要离开, 被宋军安拦了下来。 这下, 爸妈也顾不上教训我, 纷纷围在宋其乐身边安慰他。 瞥见宋其年那影会的, 对我得意的笑容, 我转身拎着行李箱, 去了一楼客房。 第二天, 我出房门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了。 全家人守在桌子前, 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菜。 见我出来, 宋其乐热情地招呼我。 七年哥你起了, 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这家店我和爸妈姐姐经常去吃, 特别好吃, 我就点了外卖。 七年哥也尝尝, 这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哦。 前世也有这么一遭, 不过那时候, 是宋其乐坚持自己下厨, 给我做一碗生日面, 庆祝我生日快乐。 我直接把那碗面打翻了, 吃不了海鲜面。 而爸妈和宋君安似乎也忘了, 我海鲜过敏, 是非不分地指责我。 即使后来他们知道了, 也满不在意地说, 你要是不吃, 直接说出来不可以吗? 非要糟蹋乐乐的心意。 乐乐又不知道你过敏。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我第一次吃海鲜, 就是在宋其乐家里。 在此之前, 我一直没吃过海鲜, 不知道自己过敏。 在宋其乐家吃了一只虾后, 我浑身起疹子, 全家都着急坏了。 那时候, 宋君安还是我的姐姐, 他电视剧看多了, 还以为沈子在谋害我, 狠狠地推了他一把, 红着眼睛指着沈子骂。 他才八岁, 胆小的连去买东西都不敢问价钱, 却为了我敢在大人面前大声谴责他们。 可惜, 那是以前了。 我眨了眨眼, 掩饰眼睛的色意, 见我仍然站在那儿, 没有过去落座的意思, 宋君安沉不住气了。 宋其年, 你到底懂不懂礼貌? 全家等着你这么久, 甩脸子给谁看? 我看着桌上的海鲜大餐, 见他们脸上没有丝毫诧异的意思, 轻声问。 我在这个家住了十几年, 宋其乐才来了多久, 你们就忘了我海鲜过敏。 全家都沉默了, 连宋君安也罕见地闭上嘴。 那时候, 他们多紧张我啊, 连爸爸也嚷嚷着, 和叔叔一家断绝关系。 宋君安一直扑在我身上哭, 说要把他最喜欢的娃娃送给我。 当时宋其乐就躲在角落里,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自从我海鲜过敏后, 饭桌上就再没出现过海鲜, 就连他们出去吃饭, 也不会点海鲜。 可是现在, 他们都忘了, 他们眼里只有宋其乐, 再没有我。 爸妈脸上有点羞愧。 宋其乐惶惶不安地哭着说, 对不起七年哥, 我不知道, 都是我的错, 你别怪爸妈, 我走就是了。 他亮腔地走向门口, 爸妈顾不上我, 急忙去安慰他。 没关系的, 你也不是故意的。 对啊, 反正年年也没出事, 你就不要自责了。 年年, 快来安慰一下乐乐。 我一个受害者, 居然还要去安慰加害者。 我只觉得离谱, 没有多管这场闹剧, 直接转身离开。 很快高考落下帷幕。 我以736的高分, 拿下我们省的理科状元, 如愿被清华录取。 爸妈似乎扬眉吐气了, 很少再说我, 甚至给我办了升学宴, 逢人就夸我, 为此还冷落了宋其乐。 升学宴当天, 爸妈正喜气洋洋地招待客人。 突然宋君安一脸焦急地来到爸妈身边低语了几句, 爸妈脸上立刻涌现出焦急之色, 和宋君安撇下一众宾客快步离开。 独留宾客们面面相去。 众活两世, 我已经摸清了宋其乐的路数, 无非就是利用身体状况,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我没慌, 反而一个人紧紧有条地招呼起了客人, 赢得了他们的称赞。 最热切地, 莫过于顾云的妈妈。 她是我妈妈的朋友, 未婚先孕生下顾云, 还为我们定下娃娃亲。 顾云和我从小一起长大, 小时候特别喜欢黏着我, 我们还被宋君安打去过, 因为她见到我就脸红, 还会扭捏地地小零食给我。 她被顾家人带走时, 哭着说以后要嫁给我, 让我不要喜欢上别人。 前世, 我被宋君安抢走所有家人后, 唯一的希望就是顾云。 我前世是真真切切地喜欢顾云, 也渴望获得她的爱, 证明我并没有这么糟糕。 可她早就和宋其乐勾搭在了一起, 为了给宋其乐出气, 她在订婚宴上和宋其乐离开了。 我等了半天等不到她, 遭受了所有人的奚落。 我以为爸妈会替我主持公道, 毕竟我才是他们的亲儿子。 最后我才知道, 给他们打掩护的就是我的亲父母和姐姐。 我回过神, 看着和我套近乎的顾母, 微微一笑。 阿姨, 我要去医院看望宋其乐。 我在清华学的金融系, 对顾家如今的烂摊子还是有用。 为了和我培养感情, 她也跟着我去了医院。 医院里, 宋其乐的病床边围了一群人。 她虚弱地靠在床上。 爸妈, 让你们担心了, 我就是低血糖而已。 我这没事的, 你们还是回去陪七年哥吧。 我不想再让七年哥生我的气。 说完, 她咳了几声。 年年都是大人了, 能照顾好自己。 倒是你的身体, 真不叫人放心。 妈妈的语气透露着亲密和心疼。 阿姨, 这有我呢。 顾云含情默默地看着宋其乐, 宋其乐耳尖都红了。 妈妈浑然不记得, 顾云是我的未婚妻。 反而, 一脸姨母笑。 这俩孩子真般配。 顾云坐在宋其乐床边, 红着脸俯下身子, 在宋其乐额头上落下一吻。 而这一幕, 被我和顾母碰见了。 顾母瞪大眼睛, 尖叫一声。 顾云, 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 不同前世, 我连二本都没考上。 现在我是清华金融系的学生。 而宋其乐, 只是个专科。 前世我和宋其乐都没有成就, 但显然宋其乐更得宠。 为了获得宋家的人脉, 顾母还是让顾云嫁给了宋其乐。 顾云看见我, 脸上满是厌恶, 指着我说, 妈, 我讨厌宋其年, 我要和她退婚。 我要嫁给乐乐。 我喜欢乐乐。 她走到我面前, 我在她身上已经看不到半分小时候的影子。 那个小时候, 拉着我的手, 往我手心里塞堂, 哭着说她不走, 要和我一直在一起的女孩, 已经死了。 而她脸上的神色, 也渐渐和前世的顾云重合, 一样的自大自傲, 叫人恶心。 宋其年, 我是不会喜欢你这种没品的男人的。 我只喜欢乐乐, 要是再叫我知道你欺负她, 我跟你没完, 你就只会欺凌弱小, 恶心。 顾母呵斥。 你在胡说什么? 你小时候, 还说要嫁给年年呢? 顾云冷喝一声。 我小时候眼瞎。 是吗? 好巧, 我也是。 顾母没来得及捂住顾云的嘴, 尴尬地不敢看我, 只能半拖着把顾云带走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 爸妈, 宋君安, 宋其乐。 即使过了两世, 我依然问出了那个问题。 你们早就知道, 宋其乐和顾云在一起了, 对吗? 妈妈脸上闪过一丝心虚。 年年,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什么叫勾搭? 云云对你也没有感情, 正好她喜欢乐乐。 你不如, 把婚约让给乐乐吧。 宋君安插嘴。 宋其年, 爱情怎么能抢求?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还能逼云云喜欢你不成。 既然她喜欢乐乐, 我看你就大放点, 把这个婚约让出来, 皆大欢喜。 不然, 到时候难堪的, 可就是你了。 我看着这个两辈子, 都维护宋其乐的姐姐。 想起小时候, 她打碎了爸爸最贵的茶具, 是我替她顶罪, 被爸爸打了一顿。 她上学的时候, 被同班的男孩子欺负, 不敢告诉爸妈, 是我冲到她的班级里, 把那个男孩揪出来呼嗷了一顿。 回到家以后, 还被爸爸臭骂, 扣了一个月零花钱。 我吃海鲜过敏, 躺在医院, 她哭对我说, 年年, 不要死, 姐姐舍不得你。 可如今, 她成了宋其乐的姐姐。 我仰着头, 将眼泪逼回去。 我可以把婚约让给宋其乐, 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两件事。 宋其乐一脸惊喜, 齐宁哥真的愿意吗? 没有骗我吧? 我没看他, 反而看向爸妈。 爸爸点了点头, 与其有点欣慰。 年年, 你长大了, 终于懂事了。 说到底, 乐乐和我们都是一家人, 没必要闹得这么难看, 让人笑话。 回头我就对外说, 这个婚约原本就是云云和乐乐的。 我扯了扯嘴角, 别着急, 我还没说呢。 第一, 把我的户口牵出宋家。 第二, 和我断绝关系, 从此我和你们没有半点关系。 妈妈愣住了, 不可置信。 年年,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多大点事。 至于吗? 你怎么成天都在闹啊? 乐乐本来身体就不好。 你作为哥哥, 本来就应该让着他, 爱护他。 你现在在干什么? 威胁我们吗? 年年, 你太叫人失望了。 我有点作呕, 到了这个地步, 也没必要给他们留言面了。 闹? 我什么时候闹过? 你们要抚养他, 要给他上户口, 成为我们家的孩子。 我闹了吗? 没有吧。 我只是不待见他,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我一没打他, 二没骂他阴阳他, 只是不像你们这样舔他, 就叫闹了。 我是你们的亲生儿子, 我自认为平常没有无理取闹, 也没有污蔑过别人。 可送其乐以来, 他说什么你们都相信, 反而觉得我在骗人, 有你们这么做人父母的吗?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把自己堂弟的儿子接过来, 当亲儿子养, 却把自己儿子当孤儿养, 真是活久见。 他爸爸说, 要买房的时候, 借了咱们家二十万块钱, 导致我和宋军安, 差点交不上学费。 你们忘记了? 哦对了, 到现在那二十万还没还吧? 你们反倒, 还搭钱进去, 给他们养儿子。 明知道是我过生日, 无视我的意愿, 把我的生日礼物转送给他。 还说什么, 一家人不分你我。 那你们见到过, 他把球衣给给我穿吗? 那分明是我的礼物。 我过生日, 侄子掉了两滴眼泪, 就把礼物给侄子了。 他生日, 包华学厂包酒店买蛋糕, 反而把我一个人放在家里吃冷饭。 家长会, 你们有两个人, 却非要扎堆给他撑腰, 让自己儿子成为唯一一个家长没到场的学生。 儿子考了第一, 为了哄侄子开心, 居然说自己儿子作弊。 把亲儿子的房间改成侄子的电竞房, 让我睡客房, 天底下还有比你们更离谱的父母吗? 哦对, 还有骗我在加班, 实则带着侄子去看演唱会的, 你们没忘吧? 忘记自己亲儿子海鲜过敏, 真的挺好笑的,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爱。 还要我继续说吗? 是不是我不说, 你们就当不知道, 想要粉饰太平, 做梦吧? 我甚至怀疑, 你们是不是把我和宋奇乐调换了? 他才是你们亲儿子。 妈妈脸色一僵, 拼命否认。 不是的年年, 你才是我们的儿子, 我们都是爱你的呀。 妈妈怀胎十月才生下你, 怎么可能不爱你呢? 我冷漠打断他的话。 如果知道, 我会出生在这种伦理不分的家庭, 我宁愿死在你肚子里。 妈妈抽气的声音顿住了, 一脸都不敢相信。 爸爸脸色灰暗, 就连一向跋扈的宋君安也不敢出声。 我懒得说叫他。 婚约我让了, 三天后, 我希望我能拿到最新的户口本。 等我拿了奖学金, 以后会打到你们账户。 当作这些年, 你们抚养我的费用。 眼看着爸爸还想开口, 我又笑了笑。 当然, 如果你们想和我做仇人, 从此见面就是你死我活的, 那也可以。 我虽然是笑着说出这话的, 可谁都能听出我语气里包含的森冷。 因为, 我已经和前世不一样。 我成长了, 我是全省高考状元, 我是清华学子。 隐忍这么多年, 我就是在等待这一刻。 爸爸闭上了嘴, 神色黯然。 我没有多看他们一眼, 离开了病房。 走出病房的前一刹那, 我听到了他那满含后悔的叹气声。 可有用吗? 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两天后, 新的户口本送了过来, 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 我终于自由了。 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 露出了两世以来第一个最熟悉的笑。 宋其乐和顾云结婚那天, 听说宋家人没有到场。 我不在意, 只是安排人在婚礼上把顾云是私生女的事实散布了出去。 顾云是顾家大房唯一一个孩子, 听说将来是会掌管顾家的。 被我这么一闹, 多方势力开始落井下石, 顾云在顾家开始寸步难行, 连顾家老爷子也隐隐有了放弃他的迹象。 宋其乐没了宋家人撑腰, 在顾家毫无地位。 不到一年, 宋其乐病了, 而顾云没有陪他在医院治疗。 反而在物色二婚人选, 据说顾云的地位不保, 需要联姻, 因此宋其乐只能病逝。 我去见了宋其乐最后一面, 他躺在病床上, 血色全无, 看起来快死了。 宋其年, 你是不是很得意? 爸妈和宋君安都不要我了, 连顾云也要我死。 宋其乐说话都费劲, 却依旧恶狠狠地看着我, 死性不改。 宋其年, 我真的很讨厌你, 凭什么我爸妈死了? 你却父母健在? 我要抢夺你的父母, 占据你的人生, 把你踩进你脸。 我冷笑一声, 你罪有应得。 走出门口的时候, 我顿了顿, 微笑, 别急, 顾云迟早也会去陪你的。 不到两天, 我就听说宋其乐死了。 而顾云也如愿和房地产的私生子联姻。 我和顾云再见的时候, 是在他的办公大楼里。 我自毕业以后, 就考进了税务局, 跟着他们来查顾家集团的税。 在我的仔细核对下, 最终确定他们集团偷税漏税, 甚至涉嫌非法交易。 而这一切, 都被张家人推到了顾云这个私生女头上。 最后, 顾家的全部财产被查封, 而顾云更惨, 进了监狱。 听说他一直想要见我一面, 我没同意。 顾家人来烦我。 我生活惬意, 又何必去见失败者呢?